现在是大年初三,下午刚看完《流浪地球2》回到家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第一次有主动写关后感的冲动,作为科幻电影科技感爆棚,中国科幻电影的大门终于再次被《流浪地球》给踹开了,里面的各种机械和科幻的镜头把我这个文科生都迷得神魂颠倒的。 电影把整个世界的灾难前,人类团结起来的场面拍得很宏大,同时又非常的具有感染力,电影的配乐也非常的用心,情绪渲染到位,同时该留白的时候呢又恰好留白,尤其是《月球》引爆核弹的时候不需要音乐,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,有的只是勇士们按下起爆起的咔嚓声,一声一声敲在人心上,演员演技在前,尤其在一下华仔,那眼神中透露出来的贪婪,盘顺, 希望将形象课目的入目三分,总之这是一部值得二刷甚至多刷的电影,给演员点赞,给导演郭帆点赞,为中国科幻电影点赞,我觉得是这样的,首先我觉得它从电影上应该是一个灾难片,很典型的那种商业灾难片,题材是科幻,虽然我不算是个科幻的爱好者,但是我也被感动到了,是因为我看电影其实也挺多的,科幻他怎么说呢,还是为了讲故事, 流浪地球包括这两部都是科幻主题,唯一的我们在讲的就是看怎么样关于这个科技进步的,关于人,用通过自己的能力,自己的智慧去解决灾难的东西,人类文明的精神,这是最核心的东西,这个东西呢,我很久已经没有看过了,可能大家都觉得我在使劲地夸这部电影,但是其实不,我还想疯狂地再夸一下, 我一会儿说一条线,简直是我觉得太完美太好了,在剧中呢,刘德华饰演的图恒宇这个角色,是一个工程师,在现实世界里,他的女儿已经车祸死亡了,但是他想将女儿的生命完整地涌存于数字生命世界,MOS最开始呢,就是高级阿尔法狗,依靠,算力,观察对象并学习,不断地自我迭代进化, 所以MOS有两个诞生基础,计算机的硬件水平和观察对象,MOS诞生呢,是早于电影开场时间的,5550A达到了基本的硬件水平要求,而图恒宇上传的图鸦鸦的数字生命,正好补齐了观察对象,550A时期由于算力一般,只能对观察对象进行低效的迭代,也就是图鸦鸦每次只能拥有不到两分钟的生命, 550W时期的关键点,出现在图恒宇上传女儿的数字生命,由于算力的巨大进步,图鸦鸦获得了70年的生命,说明MOS的自我迭代效率进步了几个数量级,真正的关键点就是图恒宇在自己最后一刻把自己给上传了,图恒宇数字生命加入被观察的对象对MOS的提升是巨大的,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出现了无数组图恒宇和女儿的迭代,也就是说, 之后的550W真正的拥有了MOS这个名字,并策划了之后的木星危机,这个呢,你知道图恒宇最后从压压房间推门而入的时候,我当时都傻了,我完全没有预期到这条线,我会自己想想,作为一个经常看电影的观众,是不是剧情会怎么样发展呢,比如说他黑化了什么的,我都没想到他竟然复活在数字世界里面,跟他女儿一起敲动新世界的密码,对,我觉得而且他最后包括他这个人, 包括他最后做这个事都觉得是很合理的,他并没有让这个人出现,而且他作为整个大世界观里面,可能是这几个人里面最渺小的,因为他是一个工程师嘛,但是我要高度评价他演的图恒宇这个人物,为什么好? 因为他演出的那种很偏执,但是不封魔的那种,对牛逼爆炸针呢,我觉得这个人他内心里面的一些,就是他的心理活动细节,刘德华用很多非台词的表演,完全让你接受了,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你完全能理解他在干什么? 就他那双眼睛我就觉得无敌了,他看不看镜头都是他,图恒宇第一次用550A复活压压的时候,他坚定的跟马主任说,我要给他完整的一身,马主任说不行啊,人死了就是死了,这个就是现实,图恒宇立马,他那个眼神立马你一下就懂了,图恒宇回,你没有资格定义什么是现实,是你就知道这个人他要干什么,你马上就能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,第一场戏很短, 而且我觉得特牛逼的是马赵演员宁丽老师,宁老师的接入好牛逼,妈老师不得不说,也是我这部剧里面最喜爱的角色之一,不是任何一个主角,而是宁丽演的对照,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特牛逼的一点,就他在塑造这个人物,在这部电影里面他的戏份不多,你会发现他扮演的这个角色,明确是要塑造的是一个相对冰冷的科学家,但是心怀大爱的一个人,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琢磨这人呢,你会发现他整个对白, 对白的词频超快,而且他每一句对白都特别长,中间都没有逗号,他这个人念台词说对白的时候特别快,你就能感觉到他没有任何的情绪,你会觉得这个人特冷漠,说话特冷漠就特别科学家的那种,而且他一直在谈语强调说你得面对现实,一开始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冷酷,但你最后会发现他是一个内心特别人类文明,心中有大爱的那种科学家,他在最后地下潜水做任务,启动全球,互联网引擎, 设备连接的时候他牺牲了,他把设备替给图痕雨,是以图痕雨,一定要完成任务说了一句,没有人的文明,毫无意义,这句话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宏大的格局就出来了,我理解了,它似乎是另一条另一个方案的,他是研究这条方案的数字神秘,而且是官方的,电影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,说拯救地球的方案里面有几十种方案,比如有移山计划呀,在地球本身接入一万台发射器, 带离地球逃离太阳系,寻找人类的花园,有方舟计划,还有一种就是把用什么方法,让人脱离肉体,用数字的方式永生存在的,他们科研所呢,跟图痕雨本来就是研究这个的,但是后来没提,应该是放弃了这种方案,后来他也说了,已经全员法律决定了, 咱们要选择一种方案,住制生命计划不可行,你看他的状态,他是一个科学家,他坚信作为人类文明本身就是人类,并不是用据换的数字游民生存在幻象中,他说我不想被别人当电子宠物,我觉得他从他个人来说,他的本质就在这儿,他希望人类能够通过移山计划飞走, 所以我觉得这个移山计划应该是马赵老师非常支持的一个计划,你看看他特别冷酷,其实他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对人类充满热情的人,特别热情,热情到了顶点防显的机械,已知冷酷,对同样,他极度的反对数字生命,有没有可能这才是他真正要达到的目的,你看他写遗言的时候,他在板上画了一个无限的符号,或者他有这方面的浪漫设想,他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在里面,他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,人类在物理意义上, 在现实意义上面临真实存亡的时刻,把数字生命作为一个逃避的归宿,这个动机是不可取的,但是数字本身生命在人类摆脱危机之后,应该是一个进一步提升文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, 电影里面我印象很深的第二个片段就是,300人招募的时候,派宇航员去月球引爆,等于是为了地球的人类家园派出了这波队员,都是与月球一起引爆的,等于是牺牲了自己换取更多的人类文明,类似于告别吧, 招募时大家纷纷举手,义无反顾,场面极其震撼,一个个年轻的宇航员都举手,后来张鹏站出来,说计划交给你们年轻人我不放心, 俄国是50岁以上的航天员站出来,服了,无言能送别,我真的是服了,而且情绪特别到位,特别克制,在场每个人都是军人,对特别牛逼, 坐旁边的老哥狂流眼泪,把那口罩拿下来逼逼逼的流,就很厉害,这个情绪的渲染,危难当前我有责任,其中几个类点都集中在张鹏身上,张鹏我看见徒弟了, 法国的宇航员用这个动作戳了刘培强三次,你明显的感觉到法国的老哥并不是很理解,但是你让我干这个,我就干了,我就帮你干了, 对他就是想告诉刘培强说,你就点他一下,因为张鹏非常明白他这个徒弟的脾气,如果没有一个理由他不会走了, 他就跟戳了三次告诉刘培强是你的师父让你走,而且我觉得特感动的一点,就是很沉默的一个场景, 这个情感能顺着人类不同国籍的每一个人,传在那无声的月面上,就传递开这个寓意, 我觉得很好,真的太好,太感动了,这场戏的设计我都觉得太好了, 引爆月球计划最后一刻,最后一分钟呢,给了一个特写,法国宇航员, 我还是有点紧张,但地球之光要勇敢,张鹏,地球还是挺美好的, 我们与星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,有一种联系,我们都是新兴的孩子, 这种感觉很特别,我被这个感动了,在现在这个时代, 一群旧化的时代,是一个斗争的时代,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要斗争,都要讲撕逼, 但是中国的科幻在讲人类只有团结才能生存, 我们在讲要把大腿骨给接上,一万年前,人们一旦大腿骨骨折了, 大概率就是死亡,但那时候有人照顾了这个骨骨, 烦烈的伤者,保护了他免受野兽的攻击, 愈合的骨骨是人类互助的证明, 一根愈合的人类骨骨,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诞生, 一万五千年后,当太阳系将不复存在, 人类的团结和勇气将延续文明的火种, 它甚至不是集体,它是国际, 它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的国家, 而且它这个立场使得电影当中的死亡, 变得不再像我们以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牺牲, 对它来电影传出一种莫名的指向全人类的尊重, 它在讲一个情怀,讲一个关于人类的故事, 电影里面的很多台词都深深的触动了我, 比如图狠语, 对电子狗说,笨笨你先走, 我估计我出不去了, 机器狗笨笨回答, 别怕我在呢, 这是一种勇敢, 比如周哲, 在最后点火是义正言词, 斩钉截铁的说, 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, 倒计时结束再点火, 比如刘培强问Moss, 人类可以活下来吗? Moss回答, 人类的命运源自人类的选择, 刘培强说, 我选择希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